直到小叶子被证实女熊身份后 再看花花与荷叶的感情 只会让人更加感动 荷叶是弟弟那几年 经常熊来风 一不留意就把花花推翻 但关键时刻他却是个大暖男 这次花花正在干饭 隔壁的施工队突然大作 吓得花花愣在原地 这是大熊猫的正常反应 会把突然的吵杂声误以为危险靠近 而荷叶胆大心细 挨着姐姐一起坐下 还一手搭着姐姐的手上安抚 以后每次在姐姐吃饭的时候 荷叶都会四处观望 保证姐姐吃得安心 在草地上玩耍时 花花一不小心滚下去 吓了荷叶一大腿 但立马就跑去查看 还把花花抱在怀里安慰 第二次花花睡觉的时候 荷叶担心姐姐再次掉下去 于是温柔地叫醒姐姐 姐弟俩上一秒还在打闹 但一看见秋千荡漾起来 会砸到姐姐 于是荷叶立马停止打闹 用手去堵住 有些游客在给花花拍照时 闪光灯是打开着的 于是荷叶就跑来挡在前面 所以后面就出现了 游客驱赶荷叶的世界 导致小叶子委屈地 躲在树上抽搐 眼泪都快溢出眼眶了 虽然公妈没有太多照顾良姐弟 但花花从来不缺爱 不仅有男爷爷 还有荷叶时刻陪伴 但一想到荷叶本身也是女熊 突然就更加触动人心了 她自己都需要照顾 却当起了男子汉 在她这里 姐姐永远不需要长大 之前还担心良姐弟会被分开 如今成了姐妹 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加长远了 是一只平时力考上编制的大熊猫 也是全网最记者的大熊猫 她的名字叫高高 人称高老爷 她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 遭遇了一群野兽围攻 导致被咬掉半只耳朵 于是被好心人送到了救助中心 养奶爸对她很是照顾 史和拉萨都是亲力亲为 真正过上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神仙生活 从九十五斤 几天时间就长到了一百零一斤 在高高两岁生日这天 给她安排了一场送别宴 吃完蛋糕 干完饭后 养奶爸把她放入山林中 高高也知道自己要被送走 于是扭头往返跑 无奈之下 养奶爸只能边陪她边安慰她 等她休养生息 吃饱喝足之后 便消失在山间小路 但没过多久 她自己又找了回来 看来她是很怀念养奶爸 喜欢这种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于是又在救助中心 混吃混喝 附近村民都知道她了 这次跑回来 应该是放生的地方太近了 于是开车去到 四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几人单着她往深山里走 用食物将她引出铁笼 一步一步让她走去深山 但她却一屁股坐在地上 此活不肯走 大叔试图把她推起来 但她像个大爷一样 躺在哪里一动不动 大叔叫她握手 她都很乖巧 唯独让她回去 她却不狠了 隐生生让大家伙 陪她几个小时 最后才消失在视野中 但对于这么乖的熊孩子 大家伙都很舍不得她 没想到第二年 高高竟然再次跑回来了 这简直就是奇迹 四百公里的路程 她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最主要的 她是如何认识路的 但这次回来 她却与往常不一样了 她对养奶爸怀恨在心 只要谁在她面前 提到养奶爸 她便大发雷挺 同时也是这次特殊案例 国家只能将她纳入了编制 从此走上终生巅峰 不仅出国留学 还迎娶白富美 一米一的高高 和一米七的白云 总共有五个宝宝 2018年高高回国了 三十二岁的熊猫 相当于人类百岁高龄 但她却依旧容冠焕发 胃口十足 但还是那句话 别在她面前提养奶爸 蒙兰遭奶爸喷水 张牙舞爪很是可怜 但结局却意想不到 刚开始 蒙兰看见奶爸在给树浇水 蒙兰躲在围栏旁 大叫一声就跑了 吓得奶爸一惊 刚开始 奶爸只是假模假样 吓唬蒙兰 但蒙兰直接站在奶爸面前 挑衅奶爸 喷不到她 还主动用手去抓 奶爸这才喷她 但还是上下喷洒 没有直接对着她喷 蒙兰认为自己走位好 一边跑 一边挑衅奶爸 奶爸你真差劲 就是喷不到我 笑死我了 蒙兰在自己的玩具上 翻来覆去 来表达此刻愉悦的心情 但这或多或少 有点作死 他认为这还不过瘾 于是直接朝着奶爸喊话 你来呀 奶爸你这也不行呀 说奶爸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说他不行 于是奶爸开始了表演 蒙兰被喷得到处跑 还想躲在木架上 认为高处就喷不到了 但最安全的地方 便是最危险的地方 奶爸加大压力 蒙兰被喷得张牙舞爪 不过你别小看蒙兰 他的小心思不是一般人能猜透 看上去蒙兰很可怜 实际上他就是太热了 想冲个梁 又怕奶爸忙于工作 所以出此下策 这下梁快乐 奶爸也陪自己玩了 并且还是奶爸自己愿意的 不得不说 蒙兰可真激烈 很多人都说这只熊猫是假扮的 起初我也开始怀疑了 饲养员们在打扫卫生 但熊猫一直挡乱 为了让金喜安静点 奶妈用塑料袋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金喜一发力 差点扑到奶妈身上 随后扭头就跑了 奶妈逗她也不理会 奶爸放了个塑料筐 金喜来兴趣了 对着筐里蹭 然后又去找奶妈玩 围着塑料筐 奶妈仓皇而逃 金喜却穷追不舍 把竹筐都压扁了 看到这里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用塑料筐当垃圾桶了 因为抗压呀 金喜还挺猛的 九份钉耙都不带怕的 还攻击天鹏的下盘 莫非是黑熊精的化身 整个天鹏再次抄起九尺钉耙防备 金喜还是很机灵的 去找手无寸铁的人下手 在塑料筐里一阵倒腾 差点就让几人一上午的工作白费了 还得是这个竹筐好欺负 都被压变形了 但金喜喜欢挑战 于是非要压着这个塑料筐 一屁股就坐在荒里 宣示着自己的威严 表示这个塑料筐归自己所有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天鹏放树叶都得酸扣 他左顾右盼 发现自己在人群之中 四面楚歌的感觉 于是赶紧跑下去 寻找突破口 对着冬面的奶爸冲撞 看他这个兴奋剑 玩的也是不亦乐乎来 抱着奶爸的鞋子不撒手 奶爸赶紧抽出脚 生怕把自己捅穴干破口 面对金喜再次发力 奶爸用手顶住他的天灵盖 金喜便无法晋身了 经过三七二十一招 金喜还是未能得手 本以为灰头土脸的离开了 结果一个灰马枪 又冲向奶爸 哦家伙 这熊猫是他的兵华人 三十六计都用上了 但貌似刚学会这一计 所以反复理计 他心想 懂得不必太多 一计学经便能走南闯北 奶爸们打扫完卫生 准备离开 金喜赶紧追上去 但自身的体质还是差了点 没能降过奶爸 看见奶爸摔门而去 金喜不然大怒 趴在树上对着奶爸喊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说完他就以训练不及掩耳之色 跑到树桩下面 三不两灯就上了木架 离起隔壁花花 金喜确实是个实力派 你们看好他吗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 犹如泥落河地 经过几道闪电 看到一堆光泉 不确定是不是这里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他们拿着剪刀 摘走我的行李 擦拭我的脑袋 没有机会返回去 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 我确定是你 和你曾记得我 我带来了灵界的消息 可我怎么告知你 注定是一车相遇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 后面有个山坡 山坡上的桃树 每当秋天到来 我们把草装门口呆 我记得除了朋友我爱 如果你都束缚 你总喜欢跟在我的鼻孔后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